转不到嘴儿男性小子 对方会攻击我方的吗 如果我两个胖都往上进的话 对方也攻击我方七路吗 哎接着来你接着来吗 你接着来不 接着下尾马牙子你接着来呀 对方这边不是拆炮 应该是比较被动了 面对对方在这首棋当中拆炮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冲中兵上盘的吗 因为对方两头手我方两个吗 肯定是要想办法上 对方把中炮拆的这五方 大多数会是选择拱冰上阵马 和政治 再次强调在这个盘面下 因为对方两头蛇 那么对方把中炮如果拆掉的题 通常情况下黑棋会选择冲中兵盘头马 盘头上这个题 黑棋从中路突破 这么一个思路 大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发现狗子要吃喜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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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去吃下一步退子 退完之后对方吃炮 我摆去吃马再摆炮 打击再返家中炮 朋友们 这个棋需要复发吗 哇 啊 牛皮啊 吃 蹬我的车来了 这个棋还不好赢啊 我们得小心一点 谢谢洛宜忧伤 不要跟他合棋啊 不要最后跟他合棋 吃 大概率也不会合 大概率也是迎起 吃 还是中枪会 中国会带狼 观众你 啊 这个棋走得很快 双方 双方都走得挺快的 我们来复盘一下 顺炮直击对横击 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朋友们 这是一个顺炮两头蛇 对双横距的棋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直播间 昨天一直在讲进居的走法 今天就不做复盘了 谢谢我们家善良哥的温暖班卡 好几步棋 这个棋 黑棋能进居 我们还是 不说了吧 现用户六八四 大哥温暖班卡 对方不是这步棋脱普了 不是也是补这一次的事啊 如果对面补这一次的事的话 这手棋 我方进居攻击对方马 对方拆掉中暴 通常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的正确走法是冲中兵 对方不是两头蛇吗 你这两个兵不好往上冲 对方把中暴拆了 你借机冲中兵盘头马 盘头上 这个棋是黑棋的攻击思路 这样的话 这手棋 我方在这个局面下直接冲 打过去之后进居砍 对方如果这么走 先吃马 不能先摆炮 摆炮对方会阳视也吃我 那么这个棋 不要先摆 如果我这棋先摆的话 对这个棋 对方会先进去吃我 然后我要是吃掉 对方会这个棋阳视 这样的话 我就丢个子 那么对方在这 我方这个棋呢 先吃一个 吃完了之后再摆炮 对方这个局走不了了 对方这个局走不了了 只能大大弯心 我想着对方有进去吃马 但是进去吃马好像更好 因为炮的威力更大 这样的话对方就废了 感谢我们家善良哥的温诺班卡 谢谢老朋友用户 684大哥的温诺班卡 觉得起来不错的小哥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